再来看到这个非常拥挤的场景 那就是吸毒医人柯振东 上午是到北检接受征讯 不过检方表示呢 因为还没有收到大陆传来的相关资料 所以今天呢 先采集柯振东的毛发跟尿液 确定是否有吸食大麻 或是还有其他毒品 再来决定呢 柯振东需要到乐界所乐界 或是呢 只要到联合医院接受借饮治疗 穿着白色上衣 森色长裤 深陷吸毒风暴的柯振东 一号上午搭着银色保姆车 由律师及积极公司的人员陪同下 到台北地检署 接受检方征讯 在罚警的开路下 才能冲破重重的媒体 到罚警室报道 爸妈及经纪人柯振东 都没有陪同前来 柯振东一路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发言 直接到北检三楼接受征讯 而检方表示 由于柯振东是出饭 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征讯 并采集毛发尿液后 就将他请回 裁判夹官事先经过科姓被告的同意 当庭指挥法医师 采集被告的尿液以及头发 将检体送见识单位 检验被告是否确实有 适用毒品的反应 检方将从柯振东的毛髮尿液中 检验他是否曾经吸食过其他的毒品 而初步的检验结果 约在一个星期后出炉 届时将依据检验报告 来判定柯振东是否需要乐戒 或是自行到医院 接受戒引治疗的还起诉处分 约电TV礼品中 杨子健 杨人祥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人祥台北报导